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 看来我不出门算对了 不然我的宝贝雨伞也会坏的 有一天 绅士在公园里歇着 他像以往一样 把手支在伞上 心旷神移 然后他仔细检查一下雨伞脏没脏 是否叠得整齐 如果没有发现一点毛病 他就放心地又开始心旷神移 这时 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 有一个小男孩 跑到树下避雨 他看到绅士有一把漂亮的伞 就说 不不 你要是打伞去那边 带我去行吗 绅士干咳咳了一声 眼睛望上瞟 装作没听见 诶 小马 你没带雨伞吗 咱们一起回去吧 小男孩的朋友小女孩来了 两人大声唱着歌 在雨中往回走 下雨了 滴答答 下雨了 哗啦啦 下雨了 滴答答 下雨了 哗啦啦 小男孩和小女孩走远了 雨中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下雨了 滴答答 下雨了 哗啦啦 绅士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 下雨了 滴答答 下雨了 哗啦啦 他站起来说 这是真的吗 绅士终于打开了他的雨伞 下雨了 滴答答 下雨了 哗啦啦啦 啦啦,绅士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到雨中,雨点打在它漂亮的伞上,发出了滴答答的响声。 哦,真的呀,雨点打在伞上,果然是滴答答呀,绅士高兴起来。 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甩掉了身上的雨水,绅士也转了几圈雨伞,雨点四溅,绅士往城里走去。 街上的人都穿着雨靴,脚下雨水哗啦啦的响。 哦,这是真的呀,雨水果然是哗啦啦的响啊。 声势不停地往前走。 下雨了,滴答答,下雨了,哗啦啦。 伞上和伞下都发出了快乐的声音。 声势精神抖擞地回到家。 进门后,他小心翼翼地收好了雨伞, 湿透了的伞也不赖嘛,这才像一把真正的雨伞。 绅士漂亮的雨伞打湿了也很漂亮, 他又开始心旷神怡。 绅士的夫人大吃一惊说, 哎呀,你打伞回来的吗? 外面可下着雨呢。 绅士一边喝茶,一边抽烟, 还不时地去看一眼被淋湿了的雨伞。